我是个痴儿 吉吉那日 吉姆匡骗我抓究选序 挑中了光风济月 意气飞扬的一阳猴柿子 柿子一腔暴腹 自是不肯将一身空腹在我的身上 大婚荡日 柿子逃婚 父亲迁怒于我 要将我拖出去喂狗 我漠然地坐在萧继的婚堂中 瞬息手指 那位素有阎罗知名的韩城王 却摇着轮椅来到我的面前 他俯下身 递给我一颗糖 笑眯眯地对我说 吃了我的糖 可就得跟我走咯 他却因残疾被人羞辱践踏 素白的衣折入泥泞中 失了折仙的本样 恰在此时 我提枪挡在了他的面前 云记仓 吃了你的糖 我总是要还的 继母端坐堂中 被一众贵妇人簇拥着闲谈 身边的尚书夫人笑成了一朵花 凑到继母跟前 满事讨好的说 都说埔阳公主管家最是良善 如今尽肯为这前人留下的赤儿 寻这样一门好亲事 若是放在我家 自是要把这种下贱玩意八个精光 扔到最肮脏的窑子里 任他千人骑 他如此刻薄地说着 说着我继母爱听的话 继母笑笑 也是这孩子自己有好福气 那么多久里 偏偏就挑中了一羊猴柿子 这样的好男 这怎么不能算是天定的姻缘呢 说完 他冲着堂下的我招招手 狗 过来 他给我起这个名的时候说 名剑好养活 我损着手指 默默地走过去 憨憨傻傻地喊了声 母亲 他用帕子从花盆里包了一包裹着石子的土 递给我 狗乖 母亲给你吃糖 乖乖吃了糖 今天才有饭吃 我天真的望着他 在一众人的注视中 欢快地把泥巴塞了满口 期间还不忘一个劲地说着 谢谢母亲 母亲带狗真好此类的话 他们哄堂大笑 前仰后合地问我 狗 甜吗 我咧着满是泥巴石头的嘴 笑得开怀 甜 可甜了 尚书夫人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来 指着我对我继母道 真看不出来 你家这个痴儿还挺通人性的 继母笑而不语 用圈派掩了半面若有肆无的闲物 白白手让人将我拖下去 他们将我扔到狗窝边 一边踢我 一边有说有笑 傻子就是傻子 都这样了连寻死都不知道 活得连条狗都不如 要我这样 我还不如去死了呢 说出去 谁相信这是丞相家的小姐 简直连乞丐都不如 就凭他也想嫁给一羊猴柿子 柿子倒是真不挑食啊 我在他们的戏弄中 笑嘻嘻地举起 手里没吃完的泥土 姐姐 红堂堂 厌恶的谈拓 催在我的身边 他们避之不及 匆忙走远 我这才放下那捧泥土 扑到一旁拼命地扣着嗓子眼 直到吐得天昏地暗 什么都我不出来时 我才坐在那里 望着喧嚣的正常方向 裂开了一抹笑 笑吧 等笑够了 你们的命就该是我的了 我原也是个正常人的 只是那年 我父亲缠工折柜 打马玉街 红衣簪花 惊艳了满城代价的少女 其中就有我的继母 当年的蒲羊公主 那时她在御仙阁上 伸出纤细白嫩的手 摇摇一指 弹口倾土 便定下了 我父亲如今的驸马之尊 父亲最初是不愿的 鸿门一入深四海 这句话适用于女子 也适用于男子 她才刚得了无上的好前程 何况家中 还我母亲这一房交妻美眷 任谁都是舍不得的 于是 蒲羊公主亲自找到了我父亲 酒中下药 一夜风流 她指点着我父亲的胸口说 只要许郎愿意做她的驸马 她便向她的皇帝 搁个禁言 许她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 我父亲挽着公主的发 放在鼻尖清秀 那可是 陪我从微眸至今的爱奇 公主含笑 翻身将我父亲压在身下 那你就更要将她的一颗心 捧到我的面前 荣华富贵和糟糠之妻 许郎才思惊人 总不会选错的吧 儿时的我在看见那一双 被极致肉欲控制着 纠缠在一起的野兽时 只觉得阵阵干呕 跑出门 想去告诉母亲这一切 谁知那天 母亲正好出门还愿 再回来时 我甚至还没靠近她 她就被父亲一把拉走了 我想要去阻拦 父亲一把将我甩开 幼小的我 脑袋撞在了太湖石上 晕了过去 醒来时 天上电闪雷鸣 我拼命地往父亲的书房奔去 正好看到父亲 用她那双拿惯了笔墨的手 向着母亲高举起了钢刀 她一刀刀划开母亲的皮肉 挑断她的手脚筋 只为让她的惨叫 取悦一旁看戏的公主 母亲惨叫得越大声 公主笑得就越大声 直到母亲的目光 隔着那道门缝落在我身上 她就不挣扎了 连惨叫都没有了 母亲的血 躺过台阶流到我的脚下 我看着门里的母亲 宁可把牙齿咬出了血 也都没有再呼喊一声 被扫了兴致的公主 勃然大怒 勒令我的父亲 剖开母亲的胸膛 看看她是不是长了一颗 非要和皇家作对的心 雪白的闪电 照亮雪白的钢刀 刀锋下是母亲 失去生机惨白的脸 她定定地看着我 一动一不动 我想冲进去 可自打我来到这个院子 就被奶娘死死地 禁锢在了怀里 她捂着我的嘴 流着眼泪对我说 男生 你得活下去 我止不住地流眼泪 拼命地点头 那夜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奶娘 而我的父亲 则转手将那颗上带余热的心 捧到了一旁公主面前 风亭雨歇 白红惯日 父亲便从那日开始 成了驸马 拜了丞相 我也成了痴儿 他们都说 我是因为贪玩 撞坏了脑袋 才成这样的 丞相府和易阳侯联姻 本是京城中 最无上荣耀的一件事 只因我是个痴儿 就成了 折辱易阳侯柿子的一件事 记得决定给我抓丘时 继母就是这样 愤愤地将抓丘的纸团 揉在一处 然后说 光风继月 我倒要看看 她这光风继月一样的人 要是娶了个傻子 还能不能光风继月的起来 身旁的侍女小心地问 那要是她不娶呢 她敢 继母拍案而起 那她父母的命 还想不想要了 说完她怒视着眼前的丫头 一巴掌打了下去 多嘴多舌的狗农菜 来人 将她的舌头割了 侍女哀求不已 却还是被人拖了下去 在惨叫过后 染血的半截蛇 被端了上来 继母厌恶地撇头 让人把侍女 丢到窑子里去了 从天起 我就知道 继母这次的目标不是我 我不过只是她 折辱一阳猴柿子的工具罢了 那一罐子的揪里 从来也只有 一阳猴柿子一个人的名字 从抓揪到大婚 不过区区两天的时间 我损着手指 被他们插得满头花朵地 推到了婚堂上面 看见我的人 都偷偷无嘴笑 这才像傻子的样子 柿子能取上 这么一位痴人做老婆 也真是有福气极了 父亲和继母喜气洋洋地 听着宾客们的议论 一阳猴夫妇 却是一脸阴沉 如丧考彼 很快新郎的队伍就来了 但新郎没有来 据去捆阴阳猴柿子的人说 柿子在半路时 打伤了绑他的人 逃婚了 父亲的脸 当时就气得铁青 继母的怨毒 更是要溢了出来 他再也维持不住 自己往日的好模样 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畜生东西 连自己未来的夫君都留不住 今天要是在这里败不了堂 你就等明天 被卖到窑子里去吧 他说完 和父亲一并拂袖而去 宾客们也不敢再留于此地 纷纷逃走了 只留我一个人 独自坐在萧季的婚堂里 像这许多年一样 物质地损着手指 我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 送我离开丞相府 只要他敢把我送出去 我自有我的办法离开那里 可我却没有想到 在所有人唯恐 逼我不急的时候 会有人摇着轮椅 慢慢悠悠地晃到我的面前 他逆光而来 身上仿佛附了层光韵 他坐在轮椅上 俯下身 向我伸出手掌 给 黑曲曲的 和哲如我很多次的泥巴糖 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 同样像以前很多次那样 假装毫无防备地接了过来 放到了口中 甜的 久违的味道 让我掩饰不住恶然 但很快反应了过来 傻傻地拍着手 憨憨地笑 嘿嘿 红堂堂 他也弯了眉眼 笑得格外好看 用一种极为轻柔的语气 同我言说 既然吃了我的糖 那以后可就得跟我走咯 继母没有想到 这件事会惊动韩城王 他拦住了准备将我喂狗的父亲 匆匆赶来时 我正和韩城王坐在昏堂里 搓糖丸子吃 父亲怒急 冲进来骂道 你这个辱墨门庭的东西 韩城王直起身 拦住父亲即将国下的一巴掌 看向继母 韩笑道 废人配痴儿 怎么不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继母冷笑 云记仓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韩城王没理会继母 只是将目光挪移到我身上 他看得很认真 说得也很认真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黑黑地笑着拍手 堂堂 跟堂堂走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韩城王满意地抬头 看向继母 如今许家姑娘已经应承我了 公主殿下换了人 哲乳也是一样的 何必非要执着一阳猴柿子呢 继母蔑视的目光 从我和韩城王的身上扫过 一个要被丞相府 拉出去喂狗的傻子 你都当宝贝似的捧到家里 云记仓 看来你坏得不是腿 是脑子 云记仓看着我笑 公主殿下 我已是废人 常人不愿嫁我 我也总得有个女人不是 恶心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继母也嫌恶地捂住了嘴 晦气东西 她扭过头 让人驱散外面 拴住猎犬的吓人时 我就知道 这桩龌龊的亲事 算是成了 云记仓这个人虽然恶心 但我却还是不错的 加之于继母而言 我本就是一条 用来折辱京中贵公子们的狗 所以在云记仓 将我带出丞相府 招摇过世时 继母并没有阻拦 一时间 整个京中都知道 韩城王要娶个傻子当老婆 街上的人对我们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但云记仓似乎并未在意 只随着我东逛西逛 他给我买了很多东西 但只有一样 是他亲手递到我手上的 一个刻着韩城王辉印的糖盒 他很认真地嘱咐我 以后要有人给你糖吃 你就拿出这个糖盒 告诉他们 要成亲的姑娘 只能吃富家的糖 我点点头 随手把糖盒别在腰里 扭头继续吃手上的东西 云记仓一愣 旋即无奈地扶我笑笑 这是母亲去世后 我第一次见到繁华的时机 贪婪 看不够 我重新意识到 我生活的地方是如此繁华 可惜 这一切和我无关 云记仓坐在后面的轮椅上 默默地跟着我 直到残阳欲尽 滑灯初上 他才叫住了依依不舍的我 抬手 他捏去我嘴角的残屑 问道 蓝生 你想离开那里吗 我又塞了口吃的 摇摇头 有糖 想 没糖 不想 云记仓说话算话 次日就向我提出 要带我去乡下住一段时日 继母巴不得他 带我招摇过世 谁能想到 昔日所向披靡的韩成王 现在竟沦落到这副德心 真不知一个傻子 一个废人关起门来 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 韩成王 可别忘了 到时记得来和我说说 我呀 最爱听这些句事了 继母眼口笑着 说着这些话 云记仓垂眸含笑 看不出半分波澜 但我分明看见 他扶着轮椅的手 抱了青筋 他是让我回来 拿点自己的提起物的 可是 我这样一个人 在丞相府能有什么提及 我在丞相府里疯跑 趴在墙根掏过了泥巴的石头 又跳到荷堂里 把自己弄得浑身泥浆 恶心的相府吓人 直问我 傻子 你搞什么呢 我举着荷堂里的泥巴块 还傻地笑 嘿嘿 宝贝 宝贝 他们嫌弃摆手 躲我老远 我就这样抱着一大堆石头 往前厅走去 快到的时候 厨房里的一个哑巴小厨娘 拦住了我 他哀哀地指着自己的嘴巴 在我呆呆的注视里 激烈地笔划着 示意我丢掉包裹 我不听 他也没办法 从腰里取出一点碎银和铜板 塞到我的怀里 笔划着让我收好 然后又不放心 往我怀里多塞了塞 又塞进来一把防身用的小刀 才匆匆忙忙地跑了 我认得他 到不行去厨房偷东西吃屎 老撞上他 他每次都偷摸地给我吃的 也是个苦命人 叫翠 姬姆果然不放心我 看着倪人一样的我过来时 虽然嫌弃到了不行 但还是让人翻翻我的包裹 云记仓也愣了 我走到他的面前 把包裹给他看 他们拿这个能换吃的 相辅的仆役 离我远远地扒拉了下石头 回禀了继母 继母乐得笑起 果真通人性 还知道拿石头换吃的 云记仓没理他 完全不嫌弃地 握着我满是泥巴的手 以后去了寒城王府 不会再让你过这样的日子了 他的侍卫 要来替我拿石头 却被我警惕地躲开了 身家性命的东西 我不会假手于人 直到上了云记仓的车 我才将怀抱的石头掏了出来 真石头丢掉 剩下的 就是我这么多年 零零散散散下 藏在各个击脚嘎拉的碎银子了 我将银子抹去泥巴 收到怀里藏好 又把真石头抱在怀里 继续装傻 在丞相府 是我不想逃 但跟着云记仓 不逃报不了仇 可惜他让人看管我 比我继母看得还眼 往乡下走的一路 都没有让我逮到机会 眼见乡下庄子就在眼前 云记仓却让人挺了步伐 寻了地儿歇息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事业 我躲在屋子里 看着将灭不灭的烛火 思考该怎样 在今晚逃出去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 嘻嘻嘻嘻的说话声 爷 不是我们不动手 实在是那傻子力气大 我们连身都进不了 是啊是啊 他那个包着石头的包裹 我们都差点拎不动 他倒好 拎着甚至还能跑 我心骤然一紧 耳目也仿佛灵敏了几分 嗯 淡淡一声音 却可以听出是云记仓的声音 爷 相辅欺您致辞 不杀他 咱往府咽不下这口气 要是到了庄子再动手 很容易被查出来的 不如 云记仓声音冷了几分 做什么 爷 您是唯一能接近那傻子的人 不如 云记仓冷哼了一声 低骂了一句 一群废物 道 谄媚生起 随后木轮滚滚 向着房间靠近 这还真是 才出虎口 又入狼窝 也好 我按着怀里撮给我的那把刀 我正愁没法子出去呢 门枝呀开了 季夜里 只有干涩的木轮声 向我靠近 我站在岸前 背对门外 在云记仓停下后 喊我蓝声第一瞬间 猛地回头 握着小刀刺向他的胸口 刀在他胸口一寸处停了下来 云记仓端坐在那里 连一点想要躲的意思都没有 不仅如此 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 见我停下 他见眉微挑 抬手 轻轻点点自己胸口 那正是我刀尖指向的地方 隐隐约约的方形轮廓 横在那里 一招踏错 覆水不收 因为犹豫 我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 见我半晌不动 云记仓终于开了口 如果我今天不演这出戏 你还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话音落下 门框边上 依次冒出四个脑袋 争先恐后 往里张望 我就说 咱也说得对 王妃肯定不是傻子 给钱给钱 就是 咱也能有错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可 我收回了目光 重新看向云记仓 他微审 伸手向怀里探去 我知道 进屋前的那把刀 就藏在那里 警惕地后退一步 可看到的 却是从他怀里 拿出的一条长长的盒子 打开 修长的纸 捏出一粒糖 递到我的面前 蓝生 到了寒城王府 你再也不用这样伪装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倒是坦然 比你想象的要早 那就是不再昏堂的意思 我松了口气 那天是我露出最大破绽的时候 如果不是那天 就证明 继母并不知道我的伪装 许是我的思考 落在了云记仓的眼中 他低头轻笑一声 随即告诉了我 他见过我 但是 是在乡下 那年他树直回京 路过乡下庄子时 见到了一个姑娘 他在做一件很离谱的事情 在院子里滚墨盘 他不解 却也经益于姑娘的力气 旁边的人站在远处 嘲笑姑娘吃傻 可我却看见了姑娘的眼睛 那是一种透着锋芒的明亮 绝不是一个傻子该有的 他望着我 很认真地说着 我记得 继母会时常将我扔到乡下搓磨 本意是想让我吃尽苦头 可我不这么认为 世间复仇本就艰难 女子由慎 我能做的 就是不放过每一丝的契机 而想要这样的契机 只能让我自身强大起来 我不认为 自己可以靠熔岩棒上 强大的靠山 借刀杀人 也不认为 自己可以靠所谓的智谋 对抗乡府内 众多幕僚和公主府的 无上权势 我能靠的 只有自己 这样即使到了最走投无路 复仇无门的时候 我还有最后一个决绝的办法 与扑阳公主 同归于尽 想要做到这一点 我唯有仰赖自己 所以我从到乡下的那一天 就尝试着锻炼自己的力气 一点一点增加 一步一步挪动 直到练就了如今这把子气力 而这一切 不会有任何人怀疑 毕竟 傻子力气大 从来都是公认的事实 云记仓的模样 和他说的那些话 没有作为的模样 于是我选择相信了他 收了刀 我从他的手中 接过那颗糖 放入了口中 四日 云记仓让人送来一套 全新的衣裙 这是我这十几年来 第一次穿上正常人的衣服 像正常人一样 行走在日光之下 煞时间 恍惚得有点不真实 我望着镜中的自己 忽然有了流泪的冲动 来不及感慨 门已然被扣响 是云记仓派人来 叫我起身赶路的 今日我与他共乘一车 一路颠簸 我时不时会先连瞧瞧外面的风景 眼望着 熟悉的风景疏然转变 车子往另一条不熟悉的道路拐了过去 云记仓在车中闭目养神 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我满心疑虑 却还是没有说出来 只是默默地握紧了怀中的小刀 穿过颠簸的小路和一道幽暗狭长的山谷 再过一道密林 车才堪堪停下 不等韩城王府的侍卫护持云记仓下车 我先一步跳了下来 这是一处巨大的山澳 澳中是一处镇子 南庚女之 自得其乐 但这只是表象 再往深处走几步 才会发现镇子后头隐藏着一处军营 列阵操练 军容整肃 足有数千人之多 我恶然无措 来往乡间这么多次 我竟从不知道 在另一条岔路的尽头 会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个镇子 这里是 韩城王府的兵 云记仓被侍卫推着 缓缓来到我的面前 以后也将是你的家 我眯一眼看他 却发现怎么都看不透 很显然 眼前这个男人 并不是我当时在京中看到的 那副任人欺凌 而不敢回嘴的模样 你想要 造反 话落 云记仓撇我一眼 轻轻的吃笑声 随风飘到我的耳中 我这叫 拨乱反正 他慢悠悠地向前去 随后跟上了侍卫 给我递来新的长刀和衣裳 云记仓漫不经心的话语 从远处传来 好好学 在这里生活下去 可没有在丞相府里 装傻那么容易 我以为 我是来当王妃的 没想到 竟然是来当兵的 云记仓是一点没给我喘息的机会 下午就给我在军中 点了几个陪练 开始那几个军士一听说我是王妃 打来的拳脚跟把式似的 惹得云记仓在一边都沉了面色 军营里面没有韩城王 也没有韩城王妃 谁要是在放水 一律军阀处置 在云记仓的严令下 众军士只能跟我道了声歉 行了个礼 然后拿出看家的本领 向我冲来 真是 半分怜悯都没有 而我也被云记仓的话 激出了火气 在相府 继母什么都不准我学 我自然什么都不会 可我不还有一把子 蠢力气吗 往日里不也靠着这把子力气 从相府小厮手底下 抢吃的吗 有什么区别 逐一打定 我所幸使出了浑身的蛮力 打不过我就咬 咬不了我就抓 抓不到我就撞 一套王八拳下来 那几个人倒也被我 折腾得气喘吁吁的 虽然我也没好到哪去 但此时我已然拼红了眼 抹了把脸上不知道谁的血 冲着那群军士道 来啊 有本事 继续上啊 他们彼此望着 迟疑不已 直到云记仓的声音响起 可以了 我回头怒视着含笑的他 恨意从生 谁知他却向我伸出手来 将我从尘埃中拉起 蓝生 你是个好苗子 我哦云记仓不打一声 招呼地折腾我 夜里他让人来送药时 我都没肯搭理 谁知他却自己来了 一边为我上药 一边捅我道 想要在这世道活下来 只靠蛮力是绝对不可的 我给你定了老师 明日就来教习你 你莫显苦累 天大的仇 你若自己没本事 也是报不了的 蓝生 你是个好苗子 不该这么浪费了 他手微顿 声嘶哑了些许 可惜 若是以往 我定然亲自教你 只是现在 不能够了 木轮滚滚的声音 渐渐远去 我却坐在床上出了神 相辅时数载 人人都是为了利而来 云记仓要我 又是为了什么呢 思绪纷纷乱乱 近乎一夜无眠 次日清晨 云记仓替我 点选的老师来了 他为我安排得极为妥贴 有文有武 一样不落 捧着来之不易的书 我疏忽落下泪来 怎么了 云记仓问我 声微急 我平复少情 恶之激动的心 辅着墨字 我很久没碰了 记得那年我读的第一本书 还是我母亲教我的 提起母亲 我哽咽难言 云记仓想安慰我 尚未开口 我已然抹去了泪 这么多年 我已经习惯 把万千悲苦都压回心底 仰脸 我拜过几位老师 随着他们的安排 一道往军营去了 临行前 余光威骚 我见着云记仓掩在袖中的手 紧握轮椅 可面上 却依旧淡然垂眸 风过无声 一连数日 我都随着众位老师一同学习 这是往日里 记母从不允许我涉足的东西 没有基础 笔之旁人 我堪称举步为奸 眼前山巒重重叠叠 我却好似始终原地踏步 再大的雄心 也会被焦虑焚烧得荡然无存 终于我将所有的长刀书本 都摔在地上 对云记仓发了脾气 我不要再在这里空耗时间了 我是为了报仇 不是来这里学这些 只为了当好你合格的王妃 云记仓抬眼看我 无波无澜 如果你不愿意送我离开 我就自己走 转身离去时 云记仓叫住了我 许兰生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报得了仇吗 你如果真的能报仇 又何至于这么多年 在乡府装疯卖傻 却始终杀不了你的继母呢 你要回去干什么 送死吗 嘲讽刺着我的心 我攥紧了拳 咬牙切齿 云记仓 你是高高在上的韩城王 你没有体验过母亲死在自己眼前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痛苦 这种痛刻骨铭心 折磨的人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你理解不了我 我宁肯回去疏死一搏 同仆羊一起血溅三尺 同归于尽 也不愿意在你这个地方 浪费时间 许兰生 你 云记仓怒喝 可我头也不回 你给我回来 一道响声从身后传来 鬼使神差的 我回了头 云记仓竟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只一息的功夫 他便笔直地往地上摔了下去 重重砸在地面上 我慌了神 跑到他身边 想要搀扶他 却发现 他倒在地上 紧闭双眼 面色于耳根 是我从未见过的通红 额上冷汗层层 牙关紧锁 双手更是如铁一般 紧紧攥在一起 任凭我怎么掰都掰不动 侍卫听到响声 匆匆跑进来 许氏也不曾见过如此模样的云记仓 个个都慌乱不已 我急得大喊 愣着干什么 找郎中啊 直到郎中来 用要行针 折腾了许久之后 郎中才抹抹额上的汗 叫我出去嘱咐话语 郎中说 云记仓是气急功心 线下已经没有大碍了 我顿时愧疚不已 又想到一件事 倒下时 我见着他的腿重重 磕在地上 遂问 那他的腿 郎中摇摇头 告诉我说 云记仓的腿 其实早就好了 可这几年来 不管怎样 就算他用尽了办法 也没能让他正常行走 归根结底 王爷这是心病啊 郎中摇头叹息 背起药箱离开了 我不敢见云记仓 他虽然有时候很讨厌 但也确实是这么多年 对我最好的人 挪回屋里 他已经醒了 靠在床头 脸色苍白 见到我时才懒懒抬眼 我想躲 却被他叫到了床边 蓝声 他的声音很雅 眼圈微红 你以为我 没有经历过 至亲离世的痛吗 云家异姓王的爵位 是靠军功换的 祖祖辈辈 忠心不二 直到当今天子 刚毕自用 荒唐善度 自诩文之武功 是无其二 所以大摇大摆 率军游戏边疆 起料被敌军察觉 设计伏击 本来有机会能逃 可皇帝非不听 一定要展示一下 自己的军事才华 一物撤离的最佳时机 无奈之下 云家为保护皇帝撤离 只能拼死断后 最终皇帝平安归来 而断后的军队 自然是 全军覆没 我的父兄还有母亲 就是死在那场战役中 我的腿也是因为如此 他说这话的时候 情绪低迷 我忍不住想要安慰他 可万般话语到了嘴边 都觉得格外无力 只能负了他的手 轻轻拍拍 皇帝逃出生天 只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 气运无双 更是军事娴熟的天才 甚至还怨云家阻拦 没有让他多多施展 自己得天独厚的才华 虽将云家阵亡一事 尽数压下 只说他们 是不听中军调配 但念及往日功绩 也就不赏不乏了 云记仓席绝 双腿伤残的心寒城王 更是让皇帝找了借口 终日羞辱嘲讽 朝中见风使舵之人最多 自然 他停住了 转而笑了起来 你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她是这个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一亿当百 不逊男 说起她的母亲 云记仓的脸上是难得的温柔 可是蓝生 我却亲眼见着她 被围攻至马下 万千铁蹄将她踏碎 我不是没有和你一样的恨 只是你要知道 濮阳公主 当真是害死你母亲 唯一的凶手吗 当年状元郎之妻 惨死一案 满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谁都知道 濮阳是一切主谋 可他不还是平安无事 享受荣华直至今日吗 若无天界在后头包容护持 他岂有如此大的胆量 敢去面对千夫所指 口诛笔伐 云记仓反握住我的手 言辞是从未有过的恳切 蓝生 若想要杀到仇人心中最深处去 从来都是不能及的 你在相辅隐忍这么多年 又岂能不知这个道理 云记仓说服了我 我要杀的人 从来就不止濮阳一个 当年母亲去世后 是空关落葬 不因别的 只因尸身已然被濮阳之姐 扔到了乱葬岗卫廊 他身边的侍女 曾想为他讨个公道 奈何无论去何处 都被人当疯子对待 最后更是一个接一个 被打死街头 掉在城墙上失重 而我 靠着装疯卖傻 苟活至今 躁动的心终于又冷静了下来 我白日随着老师们好生洗练 到了夜里 则去照顾云记仓 郎中说 他的腿是心病 要想重新站起来 只能靠他自己 云记仓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可心结从来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走出来的 我只能搀扶着他 尝试着一步步地挪动步子 云记仓 你得站起来 我只是个冒名的韩城王妃 怎么能料理这么一大摊子的事呢 他们还得靠你呢 他喘息着 低压着声轻骂了一句 胡说 他停了艰难的步子 很是正色地看了我一眼 认真道 你是韩城王妃 谁都更改不了 连我的糖都吃了 难道还想逃吗 耳根没来由的一热 我撇了头 可我不要一个废人 做我的盟友 轻笑当过耳边 没有不愿 那我也不要一个吃儿 来做我的盟友 云记仓的腿还没好拳 这个小镇就被人发现了 是一波匪徒 人数不算很多 赤后报来的时候 云记仓坐在轮椅上 点着地图问我 蓝生 想试试吗 我知道他问的什么 想试试 我能不能用最近学的东西 打退来的这拨人 我沉饮片刻 点了头 云记仓给我一根令签 许我去营里调兵 第一次 难免紧张 我还是照着军中 教席们教过的那样 将树路赤后撒出去 整理着他们回报的消息 找云记仓要了200人 砍树塞路 滚石断流 利用这批匪类 并不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弱点 驱兽篡林 伪造出动乱的假象 又让自告奋勇的军士 假扮山林野老 给那群人指路 将他们框到了 无处遁藏的旷野 这时我才带着200军士 包围了上去 好在他们人本来就不多 看见我出来 为首的粗野大汉 倒是满不在乎地打烊我 你这小娘子 不在家里绣花 来男人的战场做什么 莫不是想自荐整袭 隋大爷一道 回去做压寨夫人 我没礼 秦宫揽月 指向了她 她满不在乎地大笑 颇为轻蔑 而她身旁那位 朗朗如月的青年 却一直饶有趣味地看着我 这一路陷阱 是你不下的 大汉接口 胡说 凭她一个小小女子 能掺和这种男人的事 青年不理 仍望着我 我隧道 兵者 鬼道罢了 你们一路若少几分疑心 多几分胆识 便不至于落于此处 青年含笑望我 片刻才收回目光 冷冷地 带着蔑视的 瞟了眼身边的大汉 大汉恼了 看什么 若真听你的 难不成就一定能跑出去 话音未落 她便被我擦耳的攻时 打断了话语 要么束手就擒 要么休怪我手下无情 那大汉自然是不肯承认 败在我这小女子手下的 又不肯自己上前 遂和令青年 你去 你不一向自诩公马贤熟 若打不赢这女子 自此就休要 做我债中的交易了 青年也不与她争辩 提枪便出了裂 韩芒指向我 她倒不似要来应战 而是游戏般笑得开怀 可愿意战 应就应 我也不与她多话 提了枪催马 与她交战一起 云记仓说过 我的优势向来是速战速决 起初迎战时 她还有几分玩笑 直到缠斗一触 我一枪劈下时 她颤动的虎口 才让她正色几分 你来我往数十招 两枪交缠间 她终于有机会锁住我的枪 一脸欣喜 云加枪 这里是云记仓的地盘 我浑然不应 用力挑开她的禁锢 接连挑刺 直至抢到一个缝隙 一枪逼到她咽喉时 她略移后仰 堪堪避过 半情长枪 随手一扔 举起双手 对我含笑道 说我输了 跟她一起来的大汉 气得在马上直骂人 催着想快走 却被我早就不止好的军事困住 连带着那青年一并绑了 一路上 青年一点推散的迹象都没有 反而嬉皮笑脸地追着 格外兴奋地问我 喂 我叫石静 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 我应该从未想过 还能遇见自己那位素未蒙面的未婚夫 当我说出许兰生三个字的时候 石静差点从地上跳起来 不可能 许丞相的女儿不该是个 是个 是个痴儿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可话还没说出来 她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去了 年轻就是好 说倒就能倒 我淡淡地看着她 一旁云气舱坐着轮椅 慢慢地来到了我的边上 她的手上 还把玩着用来砸石静的石子 石静不服 要和云记舱闹 却在云记舱反问她 为何逃婚之后 落草为寇的时候 端正了颜色 一阳侯世子 京中光风即月的贵公子 天下谁人不识 边疆破于天节威严 又有哪个感受 倒是让这原本出臣的人 成了无处可去的浪犬 濮阳公主本意是为了将我求于她的掌控下 她残害忠良 嚣张跋扈 早就该遭受惩罚 如今天子 更是残暴不仁 荒淫无道 纵然我欲身冤仇 奈何仓皇出逃 手中无兵无事 只能加入这帮匪徒 暂避风头 若能纠集一匹兵马 反了这王朝 岂不快哉 只是 她终于转向我 收了豪情 满脸歉旧 当初逃婚 是我不对 我给姑娘赔罪了 我撇头不去看她 她倒是不在意 在直起身后 又道 若姑娘不嫌弃 带回京之后 只婚约我怨 晚了 云记仓来到我身边 握住我的手 不由分说 食指向扣 现在的你 或许该叫蓝生一句 嫂子 要不是有人拦着 石静差点追着云记仓打 云记仓不惯着她 丢下一句 要么老实留在这 要么回你的贼窝 去之后 就换着我离开了 那些时日里 石静又老实 又不老实 她是不追着云记仓理论打架了 反倒总是追着我 军中教习来与我训练时 她总能找理由插进来 在教习基础上 在传说我两招 起初我是想赶她走的 但她教的东西 教习也是不会的 不学白不学 索性我便认她教了 当然 学会就走 任凭她怎么在后头喊我 我都不回头 回身时 好巧不巧撞见了云记仓 她端坐在那里 看不出喜怒 瞟了眼站在远处的石静 眸光落在我身上 含着慵懒的笑 问我 练完了 我点头应试 她伸出手将我的手 笼入掌中 语调温柔 那该学点别的了 洗去一身的烟尘汗液 已是月上中天 回到屋中 教习却不在此 唯有云记仓坐在暗后 翻看着桌上的书页 见我进来 她抬头轻笑 今日我来教你 她让我坐下 而她则在一旁 同我讲解兵书的要点 行军打仗 从来都不是只靠蛮力取胜 若无精略之能 纵有百万雄狮 也不过并茂一群 空有万憨力气 所能胜者不过而二 她语调平稳 却不知怎地 总能让人品出些不对的味道来 她似不查我的走神 由自于我讲解 须知兵者 国之大事 云记仓讲了许久 烛火都燃了一半下去 她却仿佛不知疲倦 认真的同我说 解答着我的疑惑 我仔细研读 直至封过前堂 卷的烛火忽明忽暗 抬头 外间夜色正浓 只有烈烈的风 在外席卷 云记仓也抬了头 要下雨了 我去关窗 你好声看 莫受了打扰 断了思绪 木轮轻响 她摇着轮椅过去 一闪闪地关着 动作迟缓 却不声色 我望着她 身体却动不了 风起了 隐隐的白光在天边闪耀 激得狂风渐渐肆虐 手控制不住地发了抖 连带着身子一起 泥土的兴气 开始扑天盖地席卷而来 树枝乱舞 落叶纷飞 哗啦啦地作响 直到一声 霹雳在天边炸开 僵硬得无法动弹的身子 仿佛终于冲破禁锢 手中的笔 连带桌上的烟都摔了下去 我发出惊恐而又凄厉的惨叫 捂着耳朵 拼命地躲着 阿娘 阿娘 蓝声 云记仓焦急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可我控制不住自己回应她 我好怕 我好怕 我用尖叫来掩盖天边的雷声 跌倒的声音传来 我想睁开眼看看 可我知道只要我一睁眼 就会看见母亲被父亲按在桌上 开膛抛肚 她举起那颗血淋淋的心脏 举到蒲羊公主的面前 蓝声 云记仓的声音从地上传来 挣扎 跌倒 她的声音里透着说不出的痛苦和艰难 可我却不能回应她 只能物质地抱着头 全在一处 别过来 别过来 我拼命地往有墙壁的地方挤着 只有那里 只有那里 才有些许的安全感 冰冷 逼着 但这一次 背后却是温暖的 让人安心的 这是这么多年来 我第一次 在电闪雷鸣的雨夜 感受到久违的安心 睁开朦胧的泪眼 我看见云记仓 不知怎么来到了我的身边 她将我紧紧护在怀里 别怕 蓝声 她额上冷汗层层 却还是牵扯起一抹温柔的笑 抬手 她用双手捂住我的耳朵 隔绝那令人惊恐的声音之前 我听见一道青言落入耳中 有我在呢 我全在云记仓怀中一夜 次日清晨 云霄雨季 我是在她怀中醒来的 泪眼未干 朦胧间想要挣扎离开 却被她禁锢得更紧 雨夜已经过去了 蓝声 很轻 像一片羽毛 柔缓地落在我剧烈的心上 疏忽落泪 我才反应过来 连忙擦去 对不起 我不该哭的 她没接话 只是将我揽在怀中 想哭就哭 蓝声 这是你的权利 你有流泪的权利 她说了两遍 鼻皱酸 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 但我还是不敢 只能埋在她的胸口 咬着唇 压着哭声 默默躺泪 我不知躲在她怀里多久 泪尽干了 我才抬了头 问她 你的腿 她撩开我额前的碎发 说得很轻松 不用担心我 我比以前好了很多 我看着将我护持得 好好的云记仓 如今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她并未坐在轮椅上 事后我才知道 那夜云记仓摔得很惨 她无力地在地上 看着淒厉尖叫的我 在那一瞬间 不知何处来的气力 竟让她短暂地站了起来 蹬到了我的身边 可惜只是暂时的 但这无论对于云记仓 和我来说 都无疑是个好消息 她说过 往日站起时 分明郎中说已然大好 可她却仍能感觉到 无力和刺骨的痛 想来那夜 我曾见她冷汗层层 应是如此缘故 我扶着云记仓 一点点地走着 经此一事 她能走的距离 已然比往日远多了 我很是欣喜 却也在此时 同她说了一件事 我想回乡府 这一次 云记仓没有再阻拦我 她只问我了一句 蓝生 你有计划了吗 我点头 她笑起 似清风徐徐 扶过我的心 我相信你 蓝生 想做什么就去做 天若塌了 还有韩城王府 为你撑着 临近乡府门口 回想起云记仓的话 有好似听闻 梦中一语 又或许 这些十日以来 本就是一整淮安 我张开手掌 细细地脖茧 又仿佛在告诉我 花飞花 梦飞梦 得知我要归家 实际显得比谁都急 匆匆赶来拦住我的车架 不许我回去 许丫头 你不能回去 我先连 浅浅�深 我与公子非亲非故 公子为何阻拦 他仗红了脸 夜如半上 你那个家是个龙坛虎穴 天大的英雄 掉进去 都得掉层皮 你一个女儿家怎么能 可公子逃婚之际 却又为何从未如此思量过 实境不渝 直住配头的手 渐松几分 我放下车帘 将被微微荡起的心巢摁下 石公子 人生在世 人来人往 错过便是真的错过了 从此去留生死 便与那人无关了 马车动了起来 我知道 石境不会拦了 马车还没在乡府门前停稳 继母与一众贵妇的说笑声 就传了过来 听说那傻子这两日就要回来 也不知韩城王将这傻子 调教成什么模样 近几次都舍不得放他回府 还能怎样 定是调教的好用 适用 就是不知 一个废人一个傻子 能玩出什么花来 倒真是叫人好奇呢 众人窃笑 又有人问 不知公主此番打算如何处置这个吃里扒外的傻子 继母冷哼一声 处置傻子有什么意思 要看那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人落进你里才有意思 少停 她笑 你们说 若是往日心高气傲的韩城王 知道自己被一个傻子戴了绿帽子 还不止一顶 刺耳的笑声贯穿车帘 扎入了那片叫仇恨的心田 我抱着一大袋宝物蹦下车 笑声戛然而止 我傻傻地站在乡府门口 似是瞧不见那些眼口笑看我的人 只冲着斜眼瞟来的继母憨笑 她嫌恶地撇头想要离开 我抢先一摇一摇地走上去 抱着宝物冲他们说 有 有好东西 继母将我一打量 愈发轻蔑 看不出来 云记仓倒是挺疼你的 什么东西 我举起包袱 故作神秘 韩城王 不让 不让说 能长生不老 继母即将转身 离去的步伐停了 警惕的目光 刺的人心都发怵 她冷笑 显然不信 云记仓有这种东西 还能给我这样一个傻子 可皇室沉迷长生的欲望 却又让她不敢赌这一番 于是我傻笑笔花 白胡子 给韩城王要 别说是她 就连旁边方才阿余的贵妇们 也忍不住了 傻子怎么会说谎呢 终于 继母向我伸出了手 狗乖 这种东西你把握不住 来给母亲 她使了个眼色 要让身边的丫鬟来接 装作恐惧地躲过 痴狂摇头 不能碰 会没用 没用 继母按那火气 最终还是向我伸出了手 我在那包裹里掏了又掏 掏出黑色的大丸子 放到疑惑不已的继母手中 贵妇纷纷凑上前查看 我借机举起丸子 送到他们的面前 趁专注打量之际 往方才那几个说闲话 最起劲的人脸上 嘴里塞去 好东西 分 分 最先被塞到嘴里的骤蓝清醒 干呕尖叫 牛粪 你这个傻子 你居然敢 沾上牛粪的贵妇们四处逃窜 狼狈的哪里看得出大家闺秀 当家主母的模样 发脊歪了 衣服散了 金钗也掉了一地 还有的甚至跌进呕吐物里 自己也跟着吐了个昏天黑地 当真活该 继母健壮顿怒 甩手就把黑丸子扔了出去 也不管砸中谁 而后就要冲我发怒 我抢在她前 继续装疯卖傻 往她嘴里塞黑丸子 一边塞一边往府里闯 长生 长生不老 好东西 大家吃吃 一袋小小的牛粪 把前堂搅了个天翻地覆 继母想要让人抓住我 她却已不知 今日之我 非昨日之我 军中迅猛之人 尚且捉不住我 如今戏弄这群府中仆妇 简直易如反掌 即便他们左包右围 也触不到我一脚半分 我一路横冲直撞 见人就塞牛粪 也没有人愿意上来寻这份恶心 倒叫我一路轻轻松松地 闯到了父亲书房之外 守在门外的小厮 遇上前阻拦 结果正好被我瞅准时机 塞了一嘴的黑丸子 她大吐特吐 我一路冲到书房门口 把门撞了得大开 书房中 父亲衣衫不整 鬓发凌乱地拂在书桌上 她愕然抬头 与我四目相对 她的身下 不知是哪位素来与继母相熟的贵妇 她尖叫着 拦起肃杀青衣 护住炸蟹春光 在之下 满指的圣贤之叫 已然阴成一片污漠 父亲仗红脸 这种的辨识词句 遂趁外肩脚步凌乱升起时 似是仓皇畏惧的逃离书房 未及走远 继母已然敢到 书房如此大事 蒲腹烟有不报之理 她得了消息 一颗心早不再寻我这件事上 闯入书房 二话不说 抬手便裹了父亲一巴掌 许修德 你这畜生东西 竟敢背着本公主偷星 镜中狼犬断粮数日 还不把这女人拖出去喂狗 听说那日 书房之内鸡飞狗跳 凡是父亲身边的女子 纵然徐娘半老的 两鬓斑白的 都不曾逃过公主则打 颇有滋涩的 更是尽遭杖杀 我那好父亲 自始至终 一声未坑 祸水东转 我倒是平平安安地 回了自个儿的院落 院里的人仍旧如往昔闲散 见我归来 连眼都懒得多抬几分 照就说着闲话 磕着瓜子 倒也给了翠儿溜进来的机会 彼时我正钻在床下 整理保命的地儿空间 我心知 虽说这一时半会 继母的注意 全被父亲吸引 但她惦念哲乳云记仓这事 必不会就此轻易放过 若非今夜 那便是明日 她的独手就会伸来 院中无人可靠 唯有我自己设计谋生 才能以被反杀之机 翠儿来时 我刚挥头土脑地 从床下头钻出来 翠儿发着短促的啊呀声 焦急扑来 为我擦拭身上灰尘 泪絮满旷 她急切切地打着手势埋怨我 傻小姐何苦又回到这虎狼窝来 是不是钱不够 钱不够 翠儿还有 比划着 她就要把发上唯一的银簪拔给我 我憨笑边比划边说 翠儿好 他们坏 想要翠儿 豆大的泪珠滚落 她的手印打得更快了 这里不好 小姐要听话 离这里远远的 不用担心翠儿 翠儿一定会帮小姐逃出去的 她很急 在飞速比划完这些 并将一块暖融融的饼塞到我怀里后 四下略一张望 才急匆匆地离开了 时情在我唇角边涌动 但我最终还是将那机密吞了下去 事业 月滑见影 有数人摸到屋外 撬开门锁 轻踩入内 步伐细碎 在继夜中尤为清晰 我骤然清醒 潜于黑暗中 四十头窥视猎物的宝 围守地在屋中群寻 直到床榻边上 急不可耐地扑了上来 床摇动 细碎的微墨落在发丝间 还有刺耳的枝哑声 围守怒不可遏 掀起团成一团的被子 压低声音怒斥其他人 不说有个傻子吗 人哪 众人知无不言 扭伸出去找我 甚为慌张 我知道 在濮阳公主手下办事 若是没办成 那下场一定会比死了还要可怕 趁他们出去 我迅速从床下滚出 将窗先抬小口 溜了出去 末了还不忘轻轻将窗关上 尽量不惊动一人 再抄起提早放在墙边的棍子 抬手就往从另一项绕行过来 正在搜寻我的人的脑壳上砸过去 他甚至来不及闷哼 就软软地跌下 我慌忙上前 用身体将他抵住 以免倒地的声音 惊动他的同伙 等到将他拖到角落堆积柴火之处 刚想要动手结果 熟料 鞋里突然窜出一人 我抬头一见 净是翠儿 他看着我 手里提着一桶油 塞到了我的手上 而后自己拎着那桶油 一桶泼到了一旁赶来的同伙身上 我立马懂了 果然还是这办法好 来的同伙发出声音 吸引了更多的人来 我与翠儿埋伏暗处 趁他们不备 一个个用油浇了个通透 骂声与摔倒声层出不穷 偏生这小院职守的人 都睡得格外死 闹出这样大的动静 竟没有一个人来看 当真好笑 翠儿取出火车 递给我一个 我们一起吹亮 丢在了那群人身上 煞世间火蛇狂舞 看人直上 这群人在火中手舞足蹈 唾喉思叫 我从角落里取来干柴 就着他们身上的火 点燃出一个个的火把 用尽力气 将火把抡出院落 耳时天干雾燥 火苗触地几起 一时整个府邸进阶大乱 原本藏在暗处 一声不吭的人 都纷纷跑了出来 抱头鼠窜 鬼哭狼嚎 翠儿见状 迅速明白 和我一样 抄起火把 装往楼宇上抛 煞世将整个乡府的天空 都染成一片赤木的红 原本稳坐钓鱼台的 继母与父亲 更是不知所措 怒吼叱骂的声音 纵然相隔甚远 也能听出 其中交织的仓皇与恐惧 翠儿将我推到小门边 拼命嗓着要我离开 她冲我笔划着说 还好我不是真正的傻子 可是即便如此 这吃人的狼窝 也是离得越远越好 为怕我不信 翠儿还告诉我 她是当年奶娘的女儿 奶娘被蒲羊公主灭口前 将上储年幼的她 藏在厨房里 她因此逃过一劫 却也因受到过分惊吓 从此失语 能知小姐如今 如常人一般活着 又密得家序 天上的夫人 也总算能安心 不 我打断她 并且告诉她 我如今重回狼窝 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向当初 谋害我阿娘的凶手复仇 翠儿 难道你不想吗 她笔划的手势凝制住了 怎么可能不想呢 这是杀母之仇 往昔不过是被势单力薄 孤立无援的态势逼迫住了 如今 有了复仇的曙光 就好似今夜燃火的油 只需消一点 果然 翠儿向我点下了头 弥天的烈焰 烧红了她的眼 她的目光格外坚定 她果断坚决地 向我打着手势 我会帮助小姐的 就算赔上翠儿的性命 也在所不辞 我握住她的手 打断一切 要不要赔上所有 还为时过早 若放以往 我或许会如此行事 可是现在 蒲羊不配 我那愚蠢的父亲 更不配 甚至那位我从未蒙面的帝王 也不配 我拽过翠儿的手 与他一起在漫天大火中 一起跃下了水池 大火扑灭 所有人找到我们时 我和翠儿 正坐在岸边的太湖石下 瑟瑟发抖 父亲怒急 正欲冲我发作 翠儿冲出挡在我身前 疯狂笔划 大义 是我已是寒城王府的人 若是贸然处置 只怕没法向寒城王府交代 继母大怒 就凭他云气仓 本公主还不放在眼里 说话间他就要将我拖出去 却被父亲拦下 印象里 这是他第一次 与蒲羊公主唱反调 他亲切身 向继母言说 他如今未居丞相 督察百官 这些时日先犯一阳猴 再惹寒城王 只怕会让百官微词 这样他这位丞相 在于朝中行事 只怕会难以扶众 颇为艰难 继母冷哼一声 有我蒲羊公主为你撑腰 还如此畏缩 当真是个耸祸 父亲懦懦称事 继母更气 转身拂袖而去 父亲直起身 瞇着的眼底 怨恨刹那闪过 我垂眸 眼去厌恶 仍旧假作惊慌 事后翠儿告诉我 今夜闯入我房中的那几个人 几乎都被当场烧死 还有几个身上皮肉都已被烧化 没了人样 就算父亲让人用刀 划开他们的口舌 也问不出什么东西 次日夜里 使经一身夜行衣 潜入府邸来见我 不由分说 他拉住我的手就要离开 这里不太平 许丫头 你得同我走 我用力挣脱 鱼姬夜中昂然直立 那火是我放的 时镜脚步置住 纵使夜色深沉 我无法辨别他的神情 却也能感受到 那阵错愕的气息 我紧钻双拳 不被信任的泪 几乎夺矿而出 强忍 我向时镜问出了一个 如刀的问题 时公子如金旧的 究竟是相辅家 那个无用的傻子 还是云记苍蝇中 能与你势均力敌的雪兰生呢 时镜声色 这二者有区别吗 有 当然有 若我还是那个 对时公子而言 毫无用处的傻子 你还会冒着如此大的风险 潜入相辅救我吗 我 时镜雨夜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他于暗夜中走出 月光趁着他的惨白容颜 他伸手想要抓住我 却只能抓住月光下荡开的衣摆 恰似一抹轻月 与他指尖溜走 他总想逃 即便到了如今 也是一样 殊不知人间之事 有时一味地奔逃 便是错过 错过 便再不相见 再不相念 我转身离去 踏入那片黑暗 知道你与云记仓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他肯信我 而你 从未 园子被烧 濮阳公主颇为恼火 碎去宫中向皇帝哭求 皇帝向来宠他 便拨了一大批人 来为他修缮园子 不多时日 相辅焕然一新 继母早先的不悦一扫空 他大宴宾客 邀了不少女眷 炫耀他 更胜从前的新院子 女眷中 有与扑阳公主要好的 此番来访 特地给他献上了 不为外人所到的 极品礼物 贾幻 这在我朝皇家女眷中 稀松平常 继母自然欣然收下 贾幻之所以叫贾幻 便不是真正的幻人 而是有心奔枉仕途 奈何缺少助力的男子 伪称贾幻 乔装改扮 送入高门女眷的裙下 这次进贡的贾幻容貌俊美 跪在下手时 当真称的上一句 我见油帘 更坚气物非凡 继母饮下一口酒 含笑地掩不住地 瞟着心近的那位假患 我躲在一边 冷眼旁观 起初我本想信手 挑一位来访的宾客 送到继母房中 如今看来 倒是不用废我的脑子了 装傻冲愣间 我做出四下翻找吃食的模样 在不经意间 将要落入 即将端到继母面前的酒水中 她只将我当笑话看 殊不知已然引下 炙烈的药水 就在我要去寻假患时 翠儿拦住了我 她给我打手是说 若小姐前去 必被人认出 大忌功亏一篑 实在得不偿失 她自告奋勇替我去 我却疑惑 她是个哑巴 岂不更容易被人认出 翠儿摇摇头 贪胎掌心 正是继母常配的妖士 她甚至不虚一言 只将妖士王假患眼前一亮 她便什么都明了 毫不迟疑地 随翠儿进了继母的房中 闭锁门窗 我躲在一处 将催情和欢的迷香送入屋内 一时浪雨银升起 我忙和翠儿逃离此处 装疯卖傻间 我与父亲撞得满怀 她恼恨看我 骂道 蠢财 跑什么 我惶恐的眼泪都出来了 指着继母院子的方向 结结巴巴 告 告状 有人欺负母 母 父亲错神片刻 疏然明了 冲向院子 一脚踹开房门 却见一是以你 青烟缭绕 尽是海棠春色 父亲抢不上前 拎起假患便是一巴掌 叶处 绿帽带到本相头上了 熟料 继母的巴掌紧随其后 落在父亲的脸上 她虽仍在春耀耀尽之中 却也清醒几分 骂道 本公主贵为天界之女 怎须守你许家三当五常 许修德 驸马丞相的位置坐久了 忘了你踩着谁的权势上来的了吗 门口已然聚集起 许多贵家清卷 竟将父亲这悲怯的一幕 落在眼中 自然 还有继母的风流运势 但目光也难免落于违章之内 继母恼火 怒斥外奸 若有人再敢议论纷纷 便要了他们的命 众人自视乖顺尽声 我却躲在暗处 眼口葫芦 人之本性 向来是寻春问迭 纵然天界之拳 又怎能与人性相抗 坊间流传 只会演绎的愈发离奇癫狂 而这 正是我的目的 继母之事传扬出去 坊间津津乐道 除去多半嘲笑父亲无能畏缩的 剩下少半闲谈的 便是继母的风流内宅室 起初还正常 不过是 他与贾幻那绘声绘色的云与演绎 往后便是数个少年郎共识一人 相辅的后宅 早成一片肉林之地 怎是个风流了得 话未能传扬几天 说过这些话的 便纷纷横尸街头 一时方间近生 可贵卷之间 却有了不开言的默契 不少贾幻与贺狼 纷纷借由女卷们拜访的游透 留在后宅 更有甚者 朝中年轻貌美的官员 书信禁府 自荐枕席 一度攀比成风 扬言自己更比那群假患之能 还要升上三分 父亲无法阻止 终日饮酒买醉 横卧花园 他见我时 眼底的怨毒几乎一出来 那女人 怎么不去死呢 片刻之后 他望向我 眼底前犬流转 似乎又让起久违的情愫 他向我伸出手来 温柔呼唤 夫人 我好想你呀 反胃的感觉骤然涌起 我对他如今是无比验憎恶心 你瞧 即便被欺辱到如今 他依旧连一目冲关的勇气都没有 当真是应了坊间那句说 他是软淡的传言 他醉倒在明月花间 容颜依旧 丝毫瞧不出 岁月于他眉宇间刻下的印记 我冷笑一声 收回掐在他脖子上的手 然后将一封写有蒲羊公主 屯兵临线 欲要谋反的纸条 塞入他的掌心 若是真让他如此轻易死了 那还真是便宜他了 次日父亲醒来 扫过掌中字条后 甚至来不及梳洗 便匆匆进了宫 他以为皇帝会因此大发雷霆 谁知皇帝魂不在意这些 而是将身子几乎探过龙岸 攀在上手好奇地问父亲 听说蒲羊与种假患 发明了格外新奇的玩法 种假患为促 共事一主 宫中不曾有过这般新奇游戏 多是女子共事 不知爱卿可曾参与其中 既是不曾 爱卿可问过蒲羊 这般是什么滋味 若当真有趣 回头朕也好让人在宫中试试 若是问得好 到时朕还可以邀爱卿一起 听人说 我父亲的脸当时都黑了 为了怕蒲羊公主玩得不够尽兴 皇帝还特意让父亲 多带回来了十余个美少年 送给继母 父亲回来 借酒浇愁 连怒火都不敢到继母面前去发 我听到这些之后 在自己屋中风啸 可怜我父亲半生是君 竟连皇帝蒲羊 沆瀣一气这点都看不透 笑着笑着 我便全在了一处 眼泪扑素素地流淌下来 心更是一抽一抽地疼 可怜我的母亲 竟将自己的半生 托付在这样一个废物的手中 枉死在她的手下 母亲 母亲 你好不值啊 皇帝不仅送了一批假换面手 给蒲羊公主 甚至还怕她不满意 特定下令 让朝中士林的官员 入乡府让公主相看 乡中了 就留下春风一度 次日便能得到晋升 一时间 乡府门前 自见诊席者络绎不绝 我父亲气闷至极 找皇帝理论 却只得皇帝一声轻蔑地笑 许相不会忘了 自己是怎么当上这个丞相的吧 总不能许相如今春风得意 就阻了他人晋升道路 这不公平 难道许相真以为 当初朕点选你为丞相 是看中了你的才学 事情传到继母跟前 她跨过横尘床榻的美少年 来到父亲面前 仰手便是一巴掌 许修德 别以为本公主不知道 你在皇帝面前参奏了什么 没有了公主府 本公主倒要看看 你能在丞相的位置上 坐上几天 丞相 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别忘了 你不过是我天界的一只狗罢了 只要我想 这里任何一个人 明日就能登上你的相位 父亲脸气得通红 男子的火气 让他一时愤怒上头 抬手就想要打 可面对继母的冷笑 他最终还是没有下手 继母大笑 他抬手捏住父亲的下巴 仔细审视打量 当初 你也不过是 凭着这张脸上位 须知 美人也有耻目时 徐修德 你要是能今日 把本公主伺候高兴 明日你就还是我朝的丞相 可要是没有 败相十数仔 父亲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 性子乍起 他欲拂袖而去 却被新近的面手们拦住去路 继母面色凛冽 信手一挥 落定了父亲的结局 赏你们了 若是今日 谁能替本公主解气 明日便许她连生三级 什么 担忧她是丞相 来日朝中刁难 本朝几时有过姓许的丞相 于是喧闹生起 仲甲患 面手一拥而上 将父亲禁锢住 任凭她嘶吼怒骂 由政脱不了半分 谄媚声此起彼伏 直到父亲的惨叫传来 划破寂静的夜 撕心裂肺的怒吼声中 夹杂的无助 像极了那日在她刀下 任凭屠宰 难以挣扎的 我的母亲 这是十数年来 父亲第一次主动 踏入我的院子 一身酒气 脚步踉跄 翠儿想要挡住她 可她却蛮横地抵在门口 直到我出现 她才漆漆地望向我 眼中似有隐隐泪水 蓝声 我想你娘了 我让翠儿把她放了进来 她头一遭 在我面前展现出了 身为父亲的那一面 她伸出手 想要触摸我 我不经意退后躲开 她却凝望我 凝望得出了神 分明是在看我 却又好似在透过我 看见另外一个人 可惜了 蓝声 你母亲那样聪慧 你却是个 我看向她 收敛起吃傻的表情 微微挑眉 期待着她下面的话语 忽儿 她收声 仔细地盯着我 恍然惊叹 你 你 原来你不是 翠儿堵住了门 令她无处可逃 说啊 父亲 说下去 我怂恿 你不怕蒲羊知道 只要父亲不说 蒲羊公主如何得知 还是说 父亲想要 我低头看向她 攥住我腕子的手 她不乏顿住 趁此机会 我用另一只手 扣住她的手腕 用力往后一拧 将她按在桌上 可惜了父亲 您失去了最后一次 将我送给蒲羊 邀功情赏的机会 她被摁在桌上 神情几经变换 唯有一句 喃喃自语 似从未改变 你居然是装傻 你居然骗了我十年 她停顿 相府里无人能教你 这种制人的本事 难道说 难道说 云记仓她 她 神情疏乎了然 她几乎哑声惊鹤 云记仓要反 果然 我的父亲向来 都是这般聪明至极 却又傻得愚蠢 权衡的表情 在她面上轮转 她极快地做出了应对 男生 为父也是 为了给你母亲报仇 这才 这才 胳膊的拧动 令她痛呼出声 后面半句话 也吞没在她的惨叫声里 难怪父亲能力于 朝中十数年不倒 只是如今这次 父亲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缠妹的嘴脸爬了上来 男生 你是未来的皇后 为父怎能不为 自己的女儿着想呢 更何况 为父隐忍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 抱你母亲的血海深仇吗 我松开了她 父亲想抱的 只怕不是母亲的仇 而是自己的仇 我望向濮阳公主院子的方向 那里儿今仍是灯火通明 轻沙慢卷 其间隐隐绰绰 浪雨银声 几乎飘到我这里 当真是 好大一顶绿帽 父亲向来最会权衡利弊 就算他执意倒向濮阳公主 那云济沧派来潜伏于四周的暗卫 也会为云济沧尽忠 只是我没想到 次日云济沧来了 他孤身一人至乡府门口 要带我回去 我的消息比继母晚了一步 匆忙赶到时 继母正傲然地站在门前 冷笑着听云济沧 在下手谦逊地说 陈来接王妃回家 妃了 本公主不想把那车嫁给你了 王妃 继母蔑世地扫过云济沧 云济沧 你没有王云济沧的手紧钻轮椅 骨节微白 饶是如此 他仍旧温润含笑 潜一嵌身 公主说笑 说笑 继母大笑 本公主从不说笑 你要想带走那痴儿倒也有个法子 愿闻奇想 一步一步从那跪下来 爬到本公主的脚下 求我 即便云济沧有那样好的忍功 此时表情也有几分军裂 见他不答 濮阳公主笑得愈发畅快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 本公主见韩成王也算生得俊俏 如今你也知道 本公主的府上不缺自荐指人 本公主是抬举你 若你肯入府 用自己来换那痴儿 本公主倒是可以考虑 成全你这一番情意 云济沧脸上的每一块肌肉 都在轻轻跳动 他死死扣住轮椅 努力用笑意压制着眼底闪烁的火焰 周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不知何人 趁此机会竟挤上了钱 两人抬着一大盆水 朝着云济沧泼了过去 他本想躲 奈何行动不便 被浇了个满怀 水流冲击力极大 将他掀翻在地 清晨初起 地上尚未洒扫 水泼上去 成了一片泥泞 云济沧倒在其中 动弹不得 他咬牙撑住 几次三番想要起身 却因双腿不良于行 都失败了 素白的衣落入泥里 已然失去往日折仙的模样 继母见此情景 更是大笑不已 原来这就是当初 名贯京都的韩成王 不过和一条在泥地里 打滚的赖皮狗 没什么两样吗 本公主素来人善怜悯 如今看你可怜 便再给你一个机会 要是韩成王今天肯跪在这里 学上几声狗叫 让本公主高兴了 本公主就将府里的 那个吃二送给你 也当行善积德 给你这废人 一个暖床的慰藉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匆匆赶到的我 已经抄起院中 兵器架上的长枪冲了出去 我一枪挑开 想要去拖转云气仓 并将它按在地上 做狗爬的小丝 又将几个起哄地打退 而后提枪而立 滑地而栏 谁敢动它 继母只惊诧一瞬 随即脸色骤然猙獰 她指着我 牙都恨不得咬碎了 而倒在地上的云记仓 艰难声色的声音 颤颤传来 许兰生 你不该 这许多年来 我第一次 以一个正常人的目光 与继母的双眼平等相处 风吹动我的衣袖与长发 在清晨的天地间 飘舞飞扬 我从未如此自由与酣畅 我凝视着它 回答的却是云记仓 云记仓 吃了你的糖 我总是要还的 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 我分明听见 地上的云记仓 传来一声微不可查的轻笑 在想确认 却已被继母的尖叫 给盖了过去 许兰生 我就知道 你骗了我 骗了我 来人 杀了他 我后车半步 摆出防守的阵势 轻声对云记仓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离开的 云记仓未答 就在相辅家丁 扑向我的那一刹那 一道尖利的哨声 从我身边传来 思鸣与惊呼声 从街镜头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 不由落了过去 只见一匹浑身漆黑的骏马 纵身而跃 从长街镜头飞驰而过 我尚未明白 眼前究竟发生什么 就感到 腕子被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 紧紧扣住 郑玉低头细看 却见云记仓已紧咬牙关 一掌鸡在地上 助自己腾身而起 随即一把揽过我的腰 利落地翻身上马 在将我眷护在怀中后 她才怒喝一声 催斥着门 冲破了那群乌合之众的围剿 继母愤怒到 连形象都不顾及的嘶吼声 从后面乍响 许兰生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可那又怎样 我已经离开了 就连翠儿也已被我安排妥当 不在相辅之中了 我已没有软肋 而她 处处都是破绽 更何况 抛在身后的那些声音中 除了继母的 还有惊中百姓的启鸿声 他们齐声呼吓 格外兴奋 寒成王 反了 反了 寒成王 反了他们 反了他们 那一瞬我忽然明白 云记仓今日的一切 绝不可能是 真正的孤身涉险 她早就计划好了 所有的一切 甚至 包括我 而她的目的 就是借此受辱 获得一个 名正言顺造反的机会 一路即迟 我与云记仓闯出京城 将无数杂乱的声音 抛在身后 直往屯兵之处而去 等到目的地后 云记仓才翻身 从马上滚了下来 尚未站稳 她便双膝一软 跪倒在了地上 捂着双腿 十分痛苦 我慌了神 忙来到她面前 尝试搀扶 你的腿刚刚不是好了吗 怎么会 云记仓咬牙难答 营里出来人 七手八脚地 将她扶上轮椅之后 他们才告诉我 自我走后 云记仓虽然开始 积极接受治疗 奈何收效 始终甚微 连她自己都差点放弃 可偏偏昨天夜里 暗卫及时来报 说是徐修德 进了我的院子 许久都未曾出来 云记仓忧心我 一时情急静站了起来 虽然持续不久 却足以让所有人 看见希望 可她并未沉浸在喜悦中 而是马不停蹄地带人 列定了今日的营救计划 王妃 王爷她 她就是不放心你 跟从在她身边的侍卫 小心地夺过来 冲我孽如 我卫英 先连入仗时 云记仓仍旧坐在轮椅中 请这一卷书 认真地看着 我来到她的身前蹲下 替她暗柔着双腿 其实你该相信暗卫的消息的 你清楚我可以的 也不会有人能奈我何 云记仓放下书 没看我 只是在片刻后握住我的手 凝望虚空的目光 是她的逃避 她微雅的声音有些颤抖 一如她有力的大手 蓝声 我不敢赌 她已经进了你的院子 久久未出 我怕万如果是那样 你该有多害怕 多无助 未尽的话语被她吞下 她的手又抽了回去 那谷子妾 也被她狠狠地压了下去 她想要走 可我却不打算再退缩了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 心跳得几乎发了狂 说不出是恐惧她说出我害怕的事实 还是别的什么 我压着声音问她 云记仓 我从头到尾与你而言 究竟只是利用 还是我始终就在你的计划中 她停了停 微差的神色转瞬即逝 她十分认真地看着我 十分认真地回答 从相见的第一面 你便在我的计划中 可唯有今日 是我唯一的一次利用 我要那个造反的理由 蓝生 我也要你能够正大光明地站在我的身边 不用背负任何的枷锁 也不用被任何人误解 活出最真实的你 做你想要的 能够做到的丰功伟业 她停了很久 忽然又犯了怯 她小心地问我 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 那你呢 许蓝生 我 一颗心 忽而放下 我坦然地笑了起来 从前是为了逃离相符 是利用 可如今 我将手放入她的掌中 食指向扣 你在我余生的计划中 云继仓领着全身披挂的我 步入军营室 周遭的军士都兴冲冲地迎了上来 他们新奇地打量着我 有几个嘴快地先从人群里钻了过来 凑到我们跟前 好奇地问 王爷和王妃和好了 和好 我疑惑 本想问问云继仓 结果他身边的将士 倒是替他抢了先 他说 云继仓在列定这个计划时 就已经同他们表示过忧虑 如此利用 只怕我会对他心生怨对 我只觉好笑 他的时机卡得极准 既为务事 又恰好是我想要离开乡 这里只有云家军中 作战最优秀的将领 许兰生 心脏中一块莫名的地方 好像被轻轻一触 我低头看向轮椅上的他 他正认真地凝望着我 兰生 你的名字 不该被隐匿在 韩城王妃这样一个称呼之后 你首先是你自己 其次才是我云继仓的夫人 你该是你 话音落下的一刻 他将兵符放入了我的手心 上面还带着他 卫散的体温 刚硬不屈 却又灼得人心潮汹涌 就像他一样 我接过兵符 举过头顶 山奥里回想起 将士们的呼喝声 他们说 许将军英明 愿听许将军差遣 如潮水一样的声音 台山倒海而来 我却注意到 其间唯有一人 神色暗暗 他没有出言 而是隐于重将中 看着我 神色复杂 直到事实结束 石静拦住我 许丫头 直到现在 他仍旧是满脸 不识滋味 他酝酿很久 才像是鼓起勇气一样 对我说 现在我总算知道 你为什么会选择他了 我不言 如今见他 昔日委屈 早已化为云烟 石静于我 只是过客 唯有他口中的那个人 才能牵连起我心中万千情愫 细微跳动于魂灵间 他抬了头 望向我 一改往戏的玩世不恭 是从未有过的郑重 若我为我曾经的诸般行事 向你认真地道歉 你会接受吗 我灿然一笑 为什么不呢 他微正 旋即笑起 只是笑意中苦涩流淌 隐隐不明 我很后悔 许丫头 但如今的我 尊重你的选择 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天无论如何 我都会跨上骏马 将你迎娶过门 但如今 末将为怨许将军 一切安好 他躬身行礼 手却微颤 在起身时 眼中蓄泪 笑意盎然 从我们回来到云记仓整肃出兵 前后不过三日 这三日里 云记仓一直都在努力尝试练习行走 从需要有人搀扶 小心翼翼地走 到他逐渐甩开身边的人 尝试自己行走 虽然薄汗渗透衣衫 我也未曾见他休息片刻 胸口似被什么紧缩 有些心疼 我不忍他如此 本想上前 劝他休息一二 却被他身边的人抢了先 那人劝他休息 他却含笑 由自站立着 轻轻拍拍搀扶之人的手 以示宽慰 如此大事 夫妻该是同心的 我不能就此隐匿在其后 坐享其成 也不忍心让他一个人 去面对这一切 说吧 他仍旧咬牙继续 我紧钻帘子 最终没去打扰他 细想起来 印象中他每一次站起 皆是因为我 他用尽一切来成全 我可以光明正大地 如同常人一样 站在这灼灼日华之下 我又为何要去阻拦他这份 想要屹立于天地间的决心 出征的那天 我第一次见到了 云记舱跨马的样子 白袍银铠 徐徐而来 在我惊讶的眼神中 安然地并立在了我身边 他含笑逆向我 微微挑眉 是你帮我重新站起来的 我总不能让你失望 那你为何要支开我处理军务 不让我第一时间 瞧见你行走的模样 我歪头一问 却让他的神色中 平添了几分罕有的少年得意 想给你个惊喜 我低头微深 确实是又惊又喜 可他却不知 其实这几日 我一直都在 向军医打听他双腿的情况 军医嘱咐我 他如今虽能行走 但能坚持的时间却不长 往后还应循序渐进 不要操之过急 应以休养为主 我会有分寸的 见我眉间隐忧 他将我的手拢在掌中 如是宽慰 此番举意 我与他兵分两路 一路进攻东门 一路抢占西门 攻城之前 我让人往城中 放飞了大量的鸽子 每只鸽子身上 都绑上几分告百姓的文书 言说此番韩城王举意 只为推翻暴政 还以青天 屠戮元凶英犬 是不伤百姓一人 若有与城中共举一旗 相助破城者 有重赏 更有数位在京城周边的军队 在听闻是韩城王举意后 纷纷持援 相助我军 一时间城内城外 喊杀声同时响起 城楼之上 军事自顾不暇 连连溃败 我趁势发起猛攻 就在两军胶着之际 城门竟意外洞开 所有人虽惊讶 却也因此士气大震 人马迅速集结 冲入京城之中 奋力搏杀 乱军之中 我竟赫然看见 父亲正站在不远处 是他下令开的城门 一见到我 他忙冲了上来 直住配头 窃窃仰视着我 好女儿 咱们家的血海深仇 终于可以报了 我们也是他 冷哼了一声 一把扯过江绳 赤马离去 江城中一切部署停荡 严令军队把守要塞 不可伤及无辜 之后 我朝着湘府直奔而去 此时城中大乱 湘府也乱成一团 即使蒲阳怒喝着指挥湘府众人 喝令他们 一定要将大门严防死守 可如今这情形 人人都想着逃难 谁又会真的给蒲阳卖命 我带的那队人马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攻破了湘府大门 蒲阳赶来 见到我几乎气得发了疯 指着我骂 我当初就不该放你这狗仔子一条生路 严霸 他私生贺令众人 要将我拿下 可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我只不过用长枪略略格挡 他们就四仰八叉地倒在了地上 起不来身 蒲阳见状 一边骂着废物 一边扭头想跑 我将长枪制出 堪堪擦着他的鼻尖 钉死在他面前的墙壁上 许兰生 他的尖叫 因恐惧地颤抖而破了音 连发迹都散了 簪子歪歪斜斜 插在他的头上 十分狼狈 我抢不过去 一把扯住他的发迹 往我的院子拖 那里 有我母亲的灵魏 他不是我的对手 一路上任他大喊挣扎 也没有人敢上前救他 我将他拖到母亲的灵魏跟前 逼他跪下 他非但不肯 还骂得愈发恶劣 我恨急 琴枪打在他的双膝上 只听一声骨骼的脆响 蒲羊在惨叫中跪了下来 他的哀嚎 传遍整个乡府 我扯起他的头发 只有一句 从尺缝里挤出的话给他 给我母亲道歉 蒲羊不肯 恨意在那一刻翻涌而上 灼尽我的理智 我一把薅住蒲羊的头发 狠狠往下砸 逼他给我无辜的母亲 一个接一个的叩头 不多一时 鲜血沁满整个青石砖 我头一次觉得 真的恨透一个人 是不会希望他 那么轻易地死去的 于是我住了手 我粗重的喘息 伴随着蒲羊的身影 回荡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蒲羊公主惯行禽兽之事 恨他的人不在少数 那时 他折磨我的母亲那样的酒 我也该让他尝尝这样的滋味 亮出刀的那一刻 蒲羊终于慌了 他拼命地向我求饶 要我饶他一命 甚至不惜放下身段 向我磕头 见我不理 又转向我母亲的灵位 仓皇地乱扣 一边扣 一边不住地说 是他太任性 不该抢走别人的丈夫的 瞧 哪怕到了现在 他依旧不觉得 轻易剥夺别人的生命 是一件错事 我冷笑一声 将他捉住 挑断手绞筋后 扔给了相扶 被他欺凌过的众人们 家仆 婢 婢 婢 甲患 面手 他们围绕在他的身边 在确定可以任由处置后 向他展现了 人性最恶毒的一面 他们将压抑多年的恨意 彻底宣泄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曾经对他们施加的折磨手段 重新用到了他的身上 蒲羊惨叫着 怒骂着 几次三番 想要爬着逃离 却又被众人齐心协力地拉了回去 直到掩掩一息 我站在了他的面前 屈高临下地 看着眼前已无人样的女人 没有了所谓天界庇护 你也不过是个任人宰割的羔羊罢了 蒲羊撑起身 冲我吐出一口泄沫 用一哑的嗓子 发出几句破碎的骂声 很杂 很乱 但唯有一句 我听清了 他说 小畜生 等我皇兄赶到 我定会让你十倍百倍地奉还一切 我蹲下身 捏住他的下巴 含笑着逼他仰视我 天界威夷和蝼蚁之怒 公主纵然才思惊人 到头来 却还是选错了 我一把将他甩开 勒令军士把他拖出去 扔到难民堆于乞丐堆里 他的下场 该由这群他从来都看不起的人决定 扶羊惊慌 他远去的惨叫声里 还不住地喊着皇帝 要他来救自己 可惜他并不知道 此时此刻 云记仓已经攻破了攻城 他一向倚仗的皇帝 在仓皇逃窜无望后 正跪倒在云记仓的面前 并求他饶过自己一命 我赶到的时候 他刚写好退位诏书 恭恭敬敬成帝给云记仓 云记仓结果 在他谄媚的笑容里 望着诏书 苦涩一笑 即便有了你这份诏书 我的父母兄弟 你再也回不来了 皇帝神情闪过一煞不悦 好似埋怨云记仓 不该提起这样的事情 他与蒲羊一样 到死都只会觉得 戕害无辜之人的性命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否则往昔时数载 他有无数个 为冤死之人平反的机会 却依旧执着地 选择了支持和纵容蒲羊 恨意翻涌 我一把抢过身边 军事手里的鞭子 朝着他就抡了过去 云记仓没有拦我 直到我力气耗尽 皇帝奄掩一息的时候 他才让我停下 压抑十数年的悲愤 在那一刻彻底爆发 你可以退位保平安 可我的母亲呢 他倒在地上 用双手护着头 恐惧地一抽一抽的 连一句话都回答不上来 哪里像天子 连破城时 昂首赴死 宁折不屈的军事都不如 云记仓将我死死抱住 逼迫我冷静下来 我从未哭得如此汹涌放肆 不知是为无辜的母亲 还是为我这被踏碎的十年光阴 又或是 为了被这样一个皇帝败坏的整个设计 我的怒火与他的残暴相比 不及其万一 云记仓见我冷静 遂将我搂在怀中安慰 随后又摆摆手 让人将皇帝带了下去 片刻之后 皇帝被一众愤怒军事 中途试杀的消息传来 弑君的罪名 便与云记仓脱了干净 他为我抹去泪水 宽慰许久 才牵着我的手 走出幽暗的宫殿 站在高高的阶梯上 请着退位诏书 小于众人 我从未想到 我会被自己的父亲劫持 他不知何时摸到了我的身后 在我面对胜利之时 用一把小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声音却是从未有过的恐慌 男生 你说放过为父 是骗我的对不对 我去乡府看了 你对你进补的那个手段 我不相信你会放过我 我只想活着 男生 母亲那时也求过你 她也想活着 可你呢 你闭嘴 父亲怒吼着 并冲着云记仓说 他只要一些银钱和快马 让他离开京城就好 他保证 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回来 云记仓没应他 只担忧地看着我 其实他的劫持 对于我一点用都没有 想要挣脱他 如同挣脱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他犹如惊弓之鸟 连握刀的手都是抖的 事到如今 他还在拼命找步 他对我说 男生 为父当初并不想杀你的母亲 都是他逼我的 为父是想给你一个好的未来 那为父就必须有一个好的前程 可你母亲霸占着正妻的位子 不仅帮不了我 还险些让公主对我失望 为父也是为了你 不得已如此那样对你母亲 男生 你须知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气深远 为父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呀 真要论起来 该是你害死了你的母亲 可你非但不理解为父 是到如今 还要把你的父亲逼到绝路上 既然你不放过我 那我只有用你的命 逼迫你的韩城王来送我离开 不 现在应该叫陛下了 他痴狂地看着眼前的云记仓 好像已经胜券在握一般 秀里的刀已经出了翘 就在我抬手刺入他脖梗的前一夕 一道锐利的寒芒迅疾而来 没入他的胸膛 我看着他不可置信地望着胸口的箭矢 最终不甘地倒了下去 抬头 不远处 实境正勤功而立 漂亮的弓弦还在轻颤 云记仓抢步上来 一把将我护在怀中 他搂我搂的急紧 像是护持着一件珍贵的宝物 他的声音雅瑟 只一个劲地对我说 蓝生 忘了刚才的话 一个字也不要信 你是最好的 蓝生 别被他乱了心 在他的安抚下 那颗横冲直撞的心 终于安定了下来 我回报他 终于找回了残存的理智 实境来到了我们面前 颇有几分尴尬地倾咳了两声 他躲避着我的目光 不自在地道 未来的皇后不能是世妇之人 云记仓也不方便出手 我姑且待劳 还请你不要怨我 我摇摇头 正想要开言 实境却笑了起来 他沐浴在阳光中 好似让我看见了往昔经中 那个人们谈论过的 光风际月的公子 他说 我要走了 去哪儿 他摇头 不知道 或许是山林之间 又或许是江湖之外 也或许是这大好河山的每一处 我总该去看看 如此方能不会 再被虚妄的表象所迷惑 错过许多 他跨上了马 看上去格外洒脱 直将带行时 他回过了头 扫过云记仓一眼 最后冲我笑了起来 许丫头 要是云记仓 他对你不好 记得随时来找我 实境不才 做你最后一道护盾 还是可以的 说完 他浑然不理会云记仓的黑脸 掉转马头 在爽朗的笑声里 侧马扬鞭 奔入剑尘的夕阳 战后的京城 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才勉强恢复了 战前的几分繁荣与秩序 一多半的原因 还是因为先帝娇奢淫逸 横征暴敛 致使京中百姓苦不堪言 犹如人间地狱 云记仓的举意 成了顺应民心 他的上位也成了众望所归 在以韩城王身份 料理真物禁阅于后 云记仓历经三次四请 被推举为皇帝 丰厚的大礼 本该与登基大典同时进行 可那一日 我鬼使神差地去了一趟宫中 我走过幽暗的永道 来到一派寂静的宫室前 清晖的高墙拔地而起 将无数数目的公式圈进其中 四四方方的天空下 天界的威压扑面而来 压的人喘不过气 就像是困顿了十年的乡腹 只不过 比那里更大了些 说不出这里究竟是权力集结之所 还是这是由权力 打造出的一片困顿牢笼 进来了 就再也出不去了 由心底而生的深层恐惧 在我的四肢百海里乱窜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安的雨夜 我捂住头 再只有我一人的空旷电雨间惊叫 这里没有能让我感到安全的角落 可以躲避 所以我只能逃 我拼命地奔跑 穿过一重重庄严无声的楼宇 跑过一道道威视压人的高墙 逃过一条条狭窄幽击的涌道 这里没有出路 直到我撞上一个坚实的胸膛 他牢牢地抓住我 不住地呼喊我的名字 蓝生 蓝生 你怎么了 我栖栖然抬了头 看见了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容颜 他的担忧让我的泪水夺框而出 我要求他 云记仓 你让我走吧 我能明显感觉到 他的身体僵硬离顺 受伤的声音仍旧是压抑到了极致 我听得出来 他不想让我知道语气里的痛苦 为什么 难道你 不想留在我身边吗 想 怎么不想呢 是他把我从泥脑中拉出 还给了我一片于世人寻常 却于我而言 无比奢侈的蓝天 可我 除了是与他两情相悦 相扶相持的爱人 却更是我自己 许蓝生 所以逐渐冷静下来的我 回答着他 不 云记仓 我想 可比其想留在你身边 我更想去寻找那个 被困在相扶十几年 最终丢失了的我自己 云记仓握住我的手轻颤 他眼底的泪 小心翼翼地悬着 像是害怕的 不敢让他们落到我的眼前 他的声音里 透着无比的小心 一碎的宛如精美的瓷器 那我能不能问你一句话 我点头 他深吸一口气 像是鼓起了所有的勇气 向我祈求 这一路走来 你对我 可有过真情 我凝望他的双眼 答得肯定 有 我牵住他的手 放在我的胸口上 让他的掌心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我剧烈跳动的心脏 我对他说 云记仓 你感受到了吗 这里有感激 有向往 还有一份用世间笔墨 都书写不了的 唉 我对你的爱 他静静感受了片刻 最终释然地笑了起来 我瞧见他终于 在我的眼前 落下了第一滴眼泪 漂亮的容颜 在日光下散发着灰光 迷惑了我的心 好 他说 有这一句话就够了 随后他牵起我的手 与我食指向扣 一步步领着我 走过灰暗无光的涌道 带着我行过必所沉寂的攻势 护着我穿过冰冷厚重的高墙 直到城能洞开 旷野于我眼前豁然呈现之际 他才停下了步伐 远处是出生的朝阳 他最爱的那匹飞马 在不远处低头吃草 闲是甩尾 安马俱备 我错愕地望向他 他却亲手将我抱上了马鞍 长刀 银钱 他给了我很多 声孔不够 又将自己腰间的丝印取了出来 交付于我 有印信在 无论何处 都可保你平安无余 云记仓 我突然发现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露出如此胆怯的声音 他摇摇头 笑着将我安抚 蓝生 你先该是许蓝生 然后才是我云记仓的妻子 如果你想去寻找自己 我将永远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 他拢上我托着丝印的手 笑意融融 皇后之位 我不会交与任何人 如果你于人间草木 江河湖海中 寻找到了遗落十年的自己 蓝生 我希望那时你还记得 在这高墙之内 还有你的一个家 一个你永远的后盾 他正脱了我的手 而后抬手扬鞭 替我催马 落边的那一刻 我看见他笑得无比眷恋与不舍 知蓝生于幽谷 不以无人而不方 蓝生 你是这世间最好的姑娘 去吧 我等你回来 全文完 我等你回来 我等你回来